生活中各种琐碎、棘手的问题经常会给我们的生活增加无限的烦恼 毛巾掉毛就是其中一大难题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? 解决毛巾掉毛方法 方法一用完的桃米水倒入锅中加热 然后放进毛巾浸泡半分钟后再拿出毛巾放进冷水中浸泡一会儿 最后再拿出拧干方法 二往脸盆中放少许食盐 再倒入一点开水溶解后用凉水稀释毛巾在盐水中浸泡20分钟后取出 再用冷水洗净晾干即可方法 三心买的毛巾放入30度左右水中浸泡从水中拿出后放入洗衣机中脱水 脱水后的毛巾平铺在桌子上阴干阴干后可用140度左右的熨斗烫平即可方法 四每次洗毛巾的时候用洗涤剂清洗方法 五不要总是使用一条毛巾应该定期更换毛巾 这样可以免除毛毛的困扰 如何选择毛巾看在明亮的光线下 看毛巾的色泽发亮的一般都不是纯棉的毛巾摸 纯棉毛巾摸上去手感很软舒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